对于某些失败的实验 有些人觉得根本不值得一提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是因为有这些失败的实验 才推动着科学和真理不断前往 否则根本谈不上真理的诞生 就拿车轮悲论来说 在古希腊时期 数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发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如果在圆盘上画两个大小不同的圆周 当圆盘往前滚动 大圆滚动一周的同时 小圆也会滚动一周 但是两者的周长并不相同 所以这样的理论是前后相悖的 这种奇怪又矛盾的发现就被称为车轮悲论 刚开始没有人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直到后来 伽利略通过数学演化的方式 给大家做出了更明确的解答 如果将圆筒简化为多边形滚动的话 以六边形为例 制作正六边形的轮子 将内部的小六边形和外部的大六边形 涂上不同的颜色 同时滚动一周之后 大六边形滚动的直线连续不断 颜料图的满满当当 但是小六边形经过的路线是断断续续的 再说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 选择大小不同的齿轮 安装在同一根轴上 齿轮的下方对着两根齿条 大齿轮的齿条被固定锁死 小齿轮的齿条可以随意移动 如果将齿轮装置往前滚动 可以发现 小齿轮下方的齿条会滑出来 所以这样说来 在之前的车轮悖论中 整阵滚动的只有外围的大圆 里面的小圆只是进行着滚动和滑动的叠加运动 即便将小圆缩小到轴型位置 就算没有半斤 它一样可以被大圆拖着走很远 所以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车轮悖论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关注我